總會在你附近的 除了便利店之外 其實都不少渠蓋 但如果不是掉了東西進水渠 你又有幾可 會望它一眼呢? 平時的你只懂得踐踏它 你也當它是草 但有人就當它是寶 其實今年已經是研究渠蓋第六年 這個是渠蓋怪獸 它身上有不同的渠蓋模式 我想問你現在多少歲? 現在大概是19歲 數數手指 剛剛入浸大讀Visual Art的怪獸 13歲就看中渠蓋了 紅色代表食水 黃色是鹹水 藍色代表有待維修 FH 英文是Buy Hydrant 是消防水龍頭水制的意思 你會看到他們三者的位置很緊密 其實他們顏色也很新正 縱細區是英國殖民時期 較早發展的區域 可以在渠蓋觀察到 當年政府部門的變遷 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你會看到這個字款 放在正中間 你會看到BDD 就是Building Development Department PWDHK 就是Pupt Work Department Hong Kong 那就是公務司署 渠蓋上面的文字 就好像他的出世子 英文宿舍或標誌 就可以分到所屬的政府部門 和出自哪一間駐造廠 角落的H、M或L 就是它的負重能力 鐵的密度越高 負重能力就越好 長長的數字 就是製造年份和工程合約編號 DC9108 即代表1991年的第八號合約 HK中間和各層位置的箭頭 是雞爪麥圖案 標誌象徵是皇家倉的政府物料 不可以隨便拿去賣的 82年Highways Office 第一份合約編號 你就會知道 這個蓋原來是由路政部去管理的 怪獸對渠蓋的熱愛 由當年一份研究功課開始 他發現每走幾步 就有一個渠蓋 無論是書還是網絡資料都不多 所以他就訂立了渠蓋作為他的創作題目 透過一些舊的政府年報和年鑑 還有很多零碎的文本 將資料查找出來 平時生活沒有留意到 但它很有歷史意義 幸運的話 你還會找到極少數 由英國駐造廠駐造的渠蓋 為何會在這個地方突然間有一個英國駐的渠蓋 這個地方前身是一個英軍司令政府的一個棺底 亦是維多利兵房的一部分 你會看到這個John Jones這間廠 其實它是專門去提供渠蓋給一些軍營 這個形狀其實在香港比較少見一點 其實我懷疑它可能是一些林花的水仔 我們會看到這個做梯形的渠蓋 看歷史相片 大概六七十年代就已經來到香港 去植化這個現象 都是香港近年一個很關注的情況 政府都是近年一路慢慢地去更換 希望它不要那麼快消失 他為渠蓋自費開了幾次的展覽 還免費舉辦了18區渠蓋導賞團 這麼多年都是靠自己積蓄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不希望給錢餓 好像造成了一個沒欄 那我想問這件就是你平時渡賞會穿的衣服 還是怎樣 這件衣服平時都會穿的 有什麼顏色 還有一件藍色有綠色有白色 真的自己打從心底裡喜歡 所以才可以研究到六年 這裡應該又建了舊的磚 又應該換一批 其實你不只看渠蓋 我覺得你走過是連這些地盤也會看 這裡就畫開了路面就會很開心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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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哦 對 這裡這個 有三個自寬 在一個渠蓋 大多只有兩個 紅水渠蓋 我對現在都拍不到 有想過 有一個電單車牌 有個Gopro可以駕駛在頭盔上 就想到這樣去記錄我們公路上 比較難拍的渠蓋 屋村附近就比較多 我們平時 跟生活日常有關的渠蓋可以找到 這個跟那個不同的 這個叫永聯駐造廠 WAHLUEN是華聯駐造廠 這類有去水坑紋的渠蓋 俗稱梳欄 在怪獸的觀察之下 發現可以分為七代 第一代植紋梳欄 直接傷在路面 很容易濕 第二代變成單揭式 方便清理 六十年代開始使用的 第三代雙三角斜紋梳欄 梳水之餘 更加可以分邊打開 港英政府在1981年做了大規模更換 所以就成為現在最常見的款式 2003年這款第四代 相信是用來美化的 不過漂亮不漂亮呢 就見仁見智良 連銀仔都跌不入的第五代 1cm x 1cm 小方格 是在2006年針對小環問題而設計的 主要是出現在旺角和油麻地街市一帶 去到2015年 路政署開始使用這個第六代不鏽鋼大方格 物料輕了 成本貴了 雖然被評為 款式大陸 大方形孔的設計就可以防止卡住車輪 而最新的第七代 就在方格入面加了收水石 隔絕所有垃圾進入水渠的可能 但因為排水差 沒有被普及使用到 你為了找渠蓋都走了多少路 中文字渠蓋在香港比較少見 這個是鹹水 食水的就是消防 因為以前渠蓋還在本地生產的時候 是用人手去刁鎖木帽 有了毛具才可以鑄鐵去生產 我估計生產工作太難 所以我會普及使用中文 在渠蓋上面 林花 林花這個字很廣東話 本身不知道這裡有 但打算走完整條屋 終於發現了它在這個位置 那些洞洞麻辣都均勻了 我覺得最未發掘到 渠蓋底下是藏了些什麼 那個真的是一個未知的世界 每個渠蓋都會嘗試掀 看看下面是鋪設了些什麼 好害怕 都怕有時會有些飛蟑螂 老鼠那些出來 但看到裡面有什麼是最感冒的 怪獸用自己的雙腳 走遍整個香港去記錄渠蓋 最瘋狂試過不喝不吃 由早上7點走到晚上11點 我會有本地圖去記錄著 那我就會在地圖上 擦擦擦擦擦在這條街道 那代表我已經走過了 突然找到一份出席 然後找到一份出席 又可以有私人屋面看渠蓋 可能被人抄襲 我就回去了 其實渠蓋真的打算做一輩子 給自己的目標 就是每逢五年的時間 就是再去走全香港一次 如果我記錄了舊那個 我已經有這個歷史行者在 我又有新那個去做對比 這個就是可以看到我們 一個城市發展的變遷在這裡 下次當你再低頭的時候 希望你注意的 不只是跌入坑渠的硬幣 而是可能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被替換的區改 我又有收穫於街營 我又有公開 我又有公開 我為你提供了 我是太多熟了